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行,讓歷史記低了中國光輝的一頁。 藉著這個難得的機會,由北京市教育委員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教育企青年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共同主辦的走進奧運,2008經港澳學生交流下令營, 8月在北京隆重舉行。 澳門33間學校師生組成的200人代表團, 去到北京展開為期8天的學習交流活動。 歡迎收看元宇分享。 舉小數目的北京2008奧運會結束了, 有份一起見證這段歷史也是很令人振奮人心的一件事。 奧運過後,除了這段歷史會留在我們心裡之外, 這段歷史還為我們帶來了很多啟發。 今天我們請到兩位參加了走進奧運2008經港澳學生交流下令營, 親身去到北京見證奧運的同學上來和我們聊聊天, 歡迎你們。 其實你們在未去下令營之前, 對北京或奧運會否有不同的感覺呢 感覺?我覺得北京的感覺很嚴肅 因為他以前是政治的古都 一直都是 很多皇帝在這裡,所以… 對,北京也是古城,古色故鄉 但… 而且阿明也發覺很多澳門的情況都有 一些中、一些比較現代的 對,一些比較古式的 古式的建築物也有 然後新式的建築物也有 我覺得他們交融得很好 其實這是你們想像中的北京 你們親身去到的時候 會否帶給你們不同的感覺 有,當然有 例如是怎樣 我先說說志願者… 因為他們的志願者是來全國各地的 對,全國各地,甚麼人都有 澳門、香港也有去到北京 對,所以有一次… 是否記得去鳥巢 我們看到一個廣東話的志願者 挺開心 因為看到我們衣服上印著澳門 澳門的就走過來 抱著我們 他們是廣東人 即是比較親切 是廣東人… 是廣東人 是廣東人 有甚麼是你們覺得最難忘的 看沙灘排球 因為我們去那天看兩場賽事 第二場賽事就是中國對… 格魯吉 駱威還是格魯吉 駱威 即是有中國隊 對,有中國隊 然後那個氣氛很好 而且他們的實力也持股相當 為甚麼好像輸… 險勝… 險勝,然後全場人站起來 為中國立喊座威 很震撼的感覺 即是整場人的氣氛 無論支持哪一隊的氣氛也很好 也很融洽 也不會打敗 即是不會… 譬如中國輸入… 即是不會學到賽 對,會學到賽 這些就是比賽中的奧運精神 精神… 那你呢?你自己有甚麼難忘的地方 很難忘的是… 去廖巢看田徑的時候 那些賽事很吸引 然後呢? 吸引後就走出去 打算買東西吃、買紀念品 但怎料一群同學就說 不如我們一起去找些外國的建議 或者是記者拍照 然後不知道你有沒有遇到 沒有,因為我在這裡看比賽 很艷著 有一次看到四川的女生 剛好她有說 過來看見我們 是穿了一隊服的 她就說 可以幫我們做些事嗎 就是拍一張照 表達開心的 然後問她是否用來交功課 然後她說不是 她說想引起更多人關注四川的事 那個標誌是甚麼意思?有問嗎 表達開心的 對,我想她可能是賺人籌錢 籌盤 籌盤…她又這麼聰明 就是這些 其實你們親身去到 感受了奧運的氣氛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尤其是我們自己中國人 在中國的土地上 可以舉行奧運會 也是很自豪的一件事 你們有沒有這個感覺 有… 例如是怎樣 那一刻的心情 很振奮 第一次振奮是… 即是你好像… 那種振奮 又不像拿了六合賽 好像… 你那種民族… 即我有那種民族精神 優越 對 之前有否出現過這種情緒 很少的 不會有那麼強烈 對 去到北京是特別強烈 對,特別強烈 為甚麼 即使你平時在澳門 隔著電視機來看這些賽事 你最多會在那一刻 會有這種感覺 但你去到北京 即使你看到每一樣東西 你都會覺得 那種感覺是強烈很多的 而且會影響到現在 是有甚麼影響 即是它那種團結的精神 因為我也是喜歡玩運動 令我真的覺得團結 團結就是力量 對 有目利呢 我覺得中國人 積極起來做一件事 是很成功的 因為以往… 我覺得… 我的印象也是 即是覺得中國 白眼的賽事 都不是很世界級的 不是很高水平 對 但自從那次打開眼界 原來是團結就是力量 即是團結起來做的事 由心做就可以做到 對 這些團結就是力量的精神 有套用在你之後的生活中嗎 也有 是 即是一班同學 即是我現在讀大學 即是大學 無論是做功課 出去玩也好 即是都會有一個團結的精神 而且因為以前 有些人說 很好玩 你這麼孤… 孤僻一點 孤僻一點 就像電車男一樣 他說不是 我覺得去完北京之後 又改變了很多 會主動一點去結識朋友 團結起來做一件事 因為… 你也知道 做很多人的小組報告 也是你單憑一個人 很難…做得好 阿明,你之前是否比較沉默寡熱 對,但這次去完北京 我比較喜歡… 現在開始喜歡多些跟別人說話 多認識新朋友 為何去了一趟 夏寧營會令你改變這麼多 因為覺得 認識新朋友也挺好玩 對,可以知道 學會了很多自己不知道的東西 也是透過一些新朋友 告訴我 而且之間也沒有交往 因為大家會在旅遊車上 也會談談奧運的東西 有個老師很有趣的 就拿個電話 她的電話收到短訊 一有中國奪金牌 奪金牌的東西 對,就會很大叫 整齊人都… 無論在睡覺或司機都會這樣 看見司機這樣 對,挺害怕的